各位观众朋友您好,非常高兴又在大法谷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 很多的人打坐或者是念佛呢,都是希望能够成就无上佛道,正无上佛果。 但是在唐朝的时候,有一位禅宗大师,怀让禅师呢,他却说, 磨砖既不能成静,打坐又如何能成佛。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,那么身为现代人,究竟该如何修行,才能够见性成佛呢? 这个问题呢,必须要加以解释一下了。 怀让禅师是六祖大师门下的一位大弟子,他有一个弟子叫做马祖,当马祖还没有开悟之前, 非常用功地打坐,天天打坐,但是呢,他还没有开悟。 有一天呢,怀让禅师就拿一块砖头,在马祖,也就是他的弟子,在面前呢,在磨。 这个马祖一边打坐,一边看那个师父啊,好像有点神经病了,拿个砖头在那边磨,磨什么? 就问了,师父啊,你拿砖头磨得做什么啊? 怀让说,我要把它磨成镜子。 马祖觉得,这不可思议呢,因此就问了,砖头怎么可能磨成镜子呢? 怀让就回答了,你有所不知,我砖头磨不成镜子,你打坐做什么呢? 他说,我打坐要成佛啊,我希望打坐开悟啊。 那怀让就告诉他是同样的,我的磨砖头是不能称为镜子的,你打坐呢也不能开悟的。 这个,一种讯息啊,对于啊,马祖来讲,是一个非常新鲜的,非常新奇的一种观念,因为一向啊,大家中人为啊,修行修行是打坐,打坐如定。 修行呢,就如定以后就能开悟,打坐就能如定,如定就能开悟,开悟就能见信,见信就能成佛。 所以是呢,就是希望打坐了。 这个世界呢,怀让禅师讲了这样的一句话,是的,马祖很惊奇,但是他一定相信呢,所以干脆不打坐了。 智慧不是靠打坐起来的,智慧啊,是从啊,心里边开发出来的,两条腿怎么做,这是两条腿。 你做得再好,还是两条腿,没有办法使在你的心中啊,产生智慧的光芒的。 那怎么办呢,才能开悟啊,怎么办呢,才能成佛啊,在佛法里边呢,修行的过程,有一种啊,是需要经过禅定的。 就是持戒,修定,持戒,戒要清净,戒不清净的话,就是的禅定啊,也是得得要谋定,会走火入魔。 持戒清净,然后就修禅定。禅定深厚,才能够开悟。 开悟才能够明心见心,而见心成佛,是这样的。 这是一般的,这是啊,过去许多的人是这样子想,是这样子讲。 但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,就有好多沃罗汉弟子啊,明心见心啊,并没有打坐。 这是听闻佛法,一句话,这两句话,能够使他们自己的毛色灯开,就马上开悟啊,烦恼,就断尽,正沃罗汉果。 因此在释迦牟尼佛时代,在证欧罗汉果的,也就是开悟的,弟子啊,分成两大类。 一种呢,是要修戒定会,而证欧罗汉果。 一种呢,没有修戒,也没有修定,而知己啊,以智慧开悟的。 那么像这种以智慧开悟的人呢,在当时还不少,这叫做慧解脱。 那么修戒定会而得解脱的呢,就是叫定会相加而得解脱。 那么像这种情形呢,因此到中国来以后呢,禅宗就是重视智慧的开发。 但是因此而产生了许多的叫做夜狐禅。 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修行,而只要啊,听一句话,马上就开悟了。 心中啊,观念调整了一下,认为是开悟了。 这个叫做野狐禅,野狐狸,野狐狸精,不是真正的开悟。 而这是呢,相似的,好像是有所领悟。 但是呢,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呀,把烦恼断尽,没有。 甚至于,根本没有明心见心。 这是在观念上啊,这个调整了一下。 在认识上面呢,懂得了一些,像这一些,不能叫做开悟。 真正的开悟啊,还是要从啊,心的瓶颈,观念的正确。 而烦恼的呀,解脱。 这个才是真正的开悟。 否则的话,观念不正确,心情不平稳。 烦恼,还是很多。 虽然观念转变,观念转变有好处。 还不是没有用,也能够有帮助。 可是呢,并没有明心见心。 阿弥陀佛。 恩,阿弥陀佛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